你好,我是Timothy,我大概70岁 你好,我是Madam Lai,82岁 你好,我是Retnam,84岁 我用一些简单的细影,视频器来做一些消闲的活动 通常我用手机来看新闻 来还我的杂费,我的手电费,我的housing board 还有一些的费用 没有很方便 My apps现在很有心的,很好用的 I've been able to make a little kayyung In my daily life today,I use smartphone,i use remotes for aircon, and fan I use Google a lot I can find spellings,the meaning of words I can just go into it and I really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on that and work my brains out 我最爱的程序是YouTube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YouTube 因为我能读故事 我能追踪回来世界中的视频 每天我大概花一天1时在那 我的朋友上网站 决定毛旗场 不好了 利用那个程序 通知我们去打野毛旗 很方便 那我们不能够不适应目前环境手续 所以我怎么办呢 就只好逼着自己硬着头皮去学 但是在精神上我总觉得有点压力 压力来自自己学得慢 记忆不好 所以当孙子叫我的时候 我要拿一本逼几本 他们讲一句我就快点写下来 心里总是有种不平衡 有时甚至很垂涨 就是说很多东西都不是为了我们乐林人士来设置的 所以我很同情一些乐林人士 尤其是你不会英文所受的教育程度不高 很多东西都是在网上在手机里面 在第一次我发生的困难 但是我发生了很多次的 manuals 那我发生了很多次的误会 然后我发生了很多次的误会 然后我发生了很多次的误会 我终于获得了 最后我发生了很多次的误会 然后我发生了很多次的误会 我发生了很多次的误会 因为我发生了很多误会 那我被他们亚士参加这个误会 原因都是背景栏的 每天见面要到什么时候, 吃饭,喝杯茶,吃饭,喊随便。 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们不能在每天见面, 所以利用Zoom来GoZoom. 我可以使用Zoom 来参与教会训练和教会。 尤其是在这种疫情, 这种手机的Zoom是最好的。 没有旅行,没有聚会, 我能够见到姨姨, 所以我很开心。 学习更多技术, 技术游戏, 我们觉得它比较适合适合。 我们比较愉快, 我们可以看电影, 我们可以玩玩游戏, 所以技术已经帮助我们通过COVID-19。 所以我要花很多时间跟精力, 慢慢去跟孩子跟孙子学习。 以前是我们教他们 怎么样读书做功课, 现在我们年纪大了, 反而要向他们学习, 我怎么样上网买东西, 我怎么样用Pay, 尤其这两年疫情带来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可以用我的手机, 跟我在英国的孙子, 连一个FaceTime, 就是脸书这样来沟通。 我们常常一个星期, 大概会大家约一次见面, 然后谈谈他的学习生活, 日常生活, 那边的疫情怎么样, 那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在疫情之前, 不可能在网上要学东西, 碰到问题的时候, 跑去找他们来帮忙。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 这个关系是比较轻合力啦, 就是关系拉近一点。 在那之前, 我的孩子们会这么忙, 跟他们的事情, 然后我会失去。 但是现在, 我知这些事情, 我认为他们有更尊重。 他们认为, 这老女还能够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比较尊重她更加尊重。 我做了很多朋友, 我认为, 我认为, 每个年轻人, 都感谢这个技术。 是…. 我认为, 还有更多。 有尊重。 也许多时间。 我认为, 用烟马亚的整理性。 只是按照片中, 一步。 感谢观看